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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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度回到Golf Center 我是加茨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老淡水球場 即將邁入100週年 作為全台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 這裡可以說是陪著台灣高潭一同成長 本週李宗盛老師要繼續跟我們分享 少時在老淡水的難忘回憶 另外也訪問到 籌廠的資深甘定洪欣旺先生 談談他與老淡水的緣分 又是如何開啟的 話不多說 我們趕緊來看看 上個禮拜的台灣高球動態 呂希君老師說到 老淡水球場不但是他最愛的一個球場 並且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而本週呂希君老師 要跟我們分享自己當年 在老淡水球場的難忘經驗 還有他是如何在資源匱乏的時代 克服困難 找到工作與練球之間的平衡點 在十八棟 當然現在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國嶺它是一個很高爽的國嶺 那在花球台會往這個角度再偏右一點點 它球套成為是一個落點之後往右走 一個斤 然後在斤的那個點 它是一個凹槽 現在也是有點凹槽 有一年菲律賓的Nival 在我們PGA的時候 就從第二竿切進去 然後就贏格比賽 那從那個凹槽過來大概少於一百 不過右邊的沙坑啊 它非常非常的深 那over又不行 所以那個球場有一個相當難度的 我就在miss國嶺的時候 在國嶺邊沒有切去one part 就是沒有sale part就輸掉了 我的印象還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老師小時候就在這球場裡面 出這邊玩長大的 對當時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快樂的時間 那我們也印象比較模糊 但是我們一心一意想說淡水球場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 就是前輩在這裡算是扎根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有藉由這樣的一個感染力 從這裡開始練球 當然練球起初也不是那麼方便 當然我們都利用到肺炎比較少 或者是天氣比較惡劣的時候 我們利用早晚 對對對 去做一些自己的練習 菲老師那你剛剛講的早晚來講的話 老師差不多 剛開始練球是要多早的時間 天還沒亮嗎 當然就在客人還沒有進場的時候 那就是或者是比較晚大家已經回去了 我們記得 還在摸黑練球 對我還跟那個張景霞老師 有一個印象就是在夜光下面去練董干 哇 那種感覺我們到現在印象還深刻 那如果說是天氣最惡劣的時候 你在練的時候 你會特別珍惜那種少有的感覺 就是說機會不多 因為平常客人在的時候我們也不能練 對 特別有感受 我們從前當然在情況比較有限 當然這個資源比較有限 我剛剛講說要不就早晚 要不就天候很差的時候來這裡練球 那就是在這裡練球的時間為最重要 要把握住 而且我們當時還有在這裡 就是說 就像我們組成一組兩組 就是小比賽的概念 然後就是我們以前玩的那種小遊戲就是 就是小月賽啊 小型小月賽 那贏的人呢 自己的經濟 請個最簡單最經濟的午餐 我們都會覺得非常值得 我說那種情況的狀態去練球 你會相對覺得 有一個戰鬥力 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所以我不敢這樣 現在也許你練一天 當然效果可能有幾個鐘頭的效益 但是當時你可能 有競技 100%你可能得到80% 這種感覺 真的很棒 對對對 這種感覺 我們還是鼓勵青少年選手 多多珍惜 多多珍惜練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我們老師講的 勤然捕捉 對就是把每一次的練 當成是比賽 而且把每一次走到球場上的感覺 就是要升級往後啊 變成接龍到世界國際舞台 這樣的一個場所 去去練球 我覺得這樣的效益會更大 作為台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老淡水球場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國際高壇 都頗具有聲望 呂希君老師也為我們解釋了 為什麼老淡水球場一路走來 能夠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 像淡水來講一般來講的話 風比較大對不對 對 所以以前我剛去日本的時候 很多人都講說 只要在淡水出來的幾乎都很會打地球 對我們特別印象最深的就是現在這一棟 我們稱它為第10棟 當時的國嶺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推高的一個國嶺 對一個後代的泡台式的國嶺 那從這裡如果在東北季風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比賽也很少 只有一個China Open 或者一個中國公開賽 或者年底再來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小型的比賽 那業衣的比賽大概一年有一兩次 一個總統盃一個青年盃 我們那個時候球場比較少 大概就是從這裡到高雄 或者是豐原新豐或者林口 這樣幾個球場在路 那淡水球場的次數會比較頻繁 對 像以前台灣的群舞比賽 幾乎都是辦在淡水一定有一站 對 然後當時的淡水球場都在辦比賽的時候 特別東北颶風的時候 這一棟非常非常的難 那我們那個時候當然距離也比較短 所以在VACD的時候都用Driver去開車 對 那個時候磨練到你太左太右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 準確度一定要很好 對有挑戰性 哇 所以台灣走到國際的舞台 有一些選手都站手直升 幾乎啦 對 秋風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們日本選手特別有一個印象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如果風大的時候 他就是 台灣選手可能表現會比較好 就定義在那裡 有一個定義就是說 他們第一球或者處理 其實就會比較有 有來的上手 對 所以淡水球場的這些風啦 還有這些 剛剛老師講的砲台是 柏林啦 還有那種沙坑 對 所以讓老師從中間學習到 走出國際舞台 十二歲就來到 老淡水的洪欣旺先生 是球場的資深感地 洪老師一路跟著老淡水一起成長 也經歷球場大大小小的變革 可以說是把人生都奉獻給了球場 而談到於老淡水的緣分 是如何開啟的 洪老師則笑說 一切都得從二十塊錢開始說起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有一些同學 他比較早來 他就告訴你說 那邊去背零食 如果他可憐多 你可以背球桿 可以賺到二十塊 那我們就跟著他來 真的 因為錢比較好 後來就不想離開這裡 他也發現這裡的環境 就很好 因為這個球場 這裡養活淡水田很多人 這個球場對淡水田太重要了 像我個人來講 我一生都在這裡 我一家都靠這個球場吃飯 所以這個球場 等於是我們的命脈 所以絕對不能不見這個球場 所以政府有一段想要收 那個時候我們真的心裡好害怕 就是說收了 那我們這些人怎麼辦 你看這裡造就了好多名將 不要講 就也養活了 趕地以前有兩百多個人 最早以前 那兩百多個人 你看兩百多個家庭 好 但是後來就是說 慢慢的球場也多了 那慢慢的 就減掉不要那麼多人 所以現在剩下大概有 九十幾個吧 大家都說老淡水是台灣高爾夫的搖籃 這裡淹育出無數的高球名將 而作為球場的資深感地 對於這樣的說法 洪老師自己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因為當初沒有這些公寓的時候 沒有台北灣 這個地方 只要西北風一來 東北風哪 只要東北風一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 風很強 所以我們出去的老師 他會有好幾種打法 他不怕風 都會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們的選手出去 幾乎都是OK的 像李蘭文在 李蘭文老師在英國 那個風那麼大 他可以拿第二名 差一點就贏了 這個是難能可貴 因為別的球場 風跟這裡不一樣 那這裡 天生自然就造就了一些 超強的選手出來 對於洪欣旺老師來說 老淡水球場 就像是家人一樣的重要 而面對球場 即將邁向百歲生日 洪老師有些話想要對球場說 首先要感謝我們歷屆的董事長 李堅士他們對這個球場的 那個貢獻 他們真的貢獻很大 然後我要祝福這個球場 能夠勇氣經營 希望能夠再有下一個一百年 大家要努力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租金太貴 就是說希望政府 也能夠減免這個地方的稅金 讓他能夠永遠的經營下去 那也取許我們這些年輕的 應該要培信的人 要很認真的去練球 讓我們高舞球員揚威國際 最後祝福淡水球場一百年 生日快樂 希望他勇氣經營 耶 祝福淡水球場一百歲 生日快樂 恭喜 我們祝福淡水球場一百歲生日快樂 就像洪老師說的 迎來球場的一百歲生日 更期許老淡水在下一個一百年 能夠有序發展 博斯也祝福台灣 高爾夫俱樂部老淡水球場 一百歲生日快樂 好 女子Ocean 本週在薩里亞特海灘 高球俱樂部開打 這座球場是由南非傳奇名將 Gary Player 所設計 Beth Allen 也將重返釜地 完成衛冕霸業 下段節目還有來自澳洲的 Cameron Smith 高球故事 以及最精彩的五大好球 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加奮